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i巴拉托 我們經常在教會中勸弟兄姊妹 尤其是你覺得她是大頭仔 只懂得追求聖經的說話 我們就勸她不要這樣 最重要是生命的成長 你們跟神的關係 知識只會叫人自高自大 我經常覺得會很矛盾 因為我們經常鼓勵人讀經 又去WOL、主日學等各方面 但同一時間又潑一盆冷水 究竟這段經文是出自哪裏 亦都應該怎樣apply呢 以至我們不會 discourage人追求認識神的心 但同一時間 亦都能夠幫助到他 繼續來到去 不是單顧著追求知識 其實這段經文就是來自 前書第8章 寶羅說關於祭偶像之物 他說到祭偶像之物 有些人是有知識的 什麼知識呢? 說到上帝只有一個 其他全部都是虛假的 所謂的偶像是虛假的 以至於你究竟 有些食物雖然在市場上販賣 是已經 觸借過 不是觸借上帝 觸借過當時的神靈 實際上你吃了 不會有特別的益處 但同一時間 亦都不會有特別的損害 但是 寶羅就說 如果你因為這種知識的時候 你就照吃吧 所有的東西 但是你會影響到其他人 去叛徒的時候 叛徒有幾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 有些信徒 從小到大都是一種 偶像的 Universe 來長大 可能繁蜜也有少少神靈 信了耶穌之後 耶穌是最大的 神靈 上帝是 叫耶穌從死去復活的神靈 最大的神靈 但不代表其他人是沒有的 他可能是這樣想的 當他吃了那些東西 他可能會感到罪 同時在當時 我之前也有分享過 在市場裡面 買到的肉 通常都已經是制製過的時候 你其實是不能選擇的 當他選擇不吃的時候 簡單來說 他是 Gave up Gave up 這個opportunity 尤其是 以前不是經常吃肉 不像我們那樣 以前是一些 慶典 特別之日 才會來吃肉 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不單止只是 Give up 吃肉 甚至乎 不單止 Give up 一些 所謂的享受 而且 甚至乎 一些普通的 Social Gathering 甚至乎 一些 Official holiday 他都 變相 Give up 賣客 如果我們再 Refer to 第七章 我之前再說 可能再Give up 大一點 因為有很多人 他成長了 結婚的時候 才選擇 信耶穌 而他的couple 仍未信 但是 兩個人 因為 其中一方 信了耶穌之後 而他可能因為 忌諱 祭偶像之物的時候 他結婚 甚至 配偶 因為愛的緣故 雖然他未信 但他都說算了 結婚的時候 或者他不肯結婚的時候 可能他本身的家庭 已經遇到很多衝突 居然 居然 你這個 有這個 一神觀的知識的人 你就在他面前 去吃肉 那情何以堪呢 另外 如果你看看羅馬書的設定 有些人甚至乎 是笑這一群 偉身的人 基於他自己的知識 這樣 這也是保羅所 指責 來勸喻那群 有知識的人 有個知識 是要用來造就人 來建立人 而不是 令到人 感受 這個是值得我們來 很大的提醒 我們 有幾樣東西 永遠在這個教會裏 有些人可能走得前一點 有些人可能走得後一點 有些人信得遠一點 有些人信得 沒有那麼久 當你看到有些 初信的 可能恨雞一點 各方面忌諱一點 你 應該用什麼方式 去鼓勵他 包括這句 知識叫人自高自立的說話 如果你亂說的時候 假如你discourage了他 既不能夠幫他生命 來更愛主更成長 同一時間 你令到他 消卻了 追求認識神的心 這樣 就未必是好事 又或者 有很多時候 教會真的做得不好 你聽我的分享 很多時候都會 批評一下 批評一下 那樣 但你是出於一種 必須的心 純粹為了 踢爆而踢爆的心 來講 雖然 可能這樣 都有些建設性 而不是 完全 我不是要完全 否定這件事 教會亦都需要 去反思 很多的問題 尤其是 今天的 社會撕裂的年代 但如果能夠多一份 建立 可能 更加好 而你的知識 就更加能夠 建立到其他人 亦都能夠達到 你可能 想去表達 在睡夢中 能夠 梳醒過來 的效果 盼望這段經文 能夠 幫助我們 互相 提醒 至於關於 當時 人對偶像的理解 但不僅是貪婪 各方面 我之前有六個介紹 你可以看 我會放在 篇尾 你可以聽 連結 今天分享到 謝謝大家收聽